民间要食两用的植物 幼苗与嫩荆叶采收 可当作菜树来使用 在制作糕点 可添加它珍色珍香 使用价值极高 作为民间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青团就是用这个艾草制作成的 艾草捣碎得到艾笼 可制作艾条供艾旧用 朋友们大家好 来认识农村一种常见的野草 可制成独特的美食 备受大家的喜爱 遇见可别错过 有不神遇见这植物 还不知道它能使用 它学名叫艾 我们当地馆叫艾草 它属菊科 薅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或是成压瓜木状 艾草它最大的特色 植株有浓烈的香气 组根比较明显 略粗长 侧根多 常有很多地下根筋 一株一年可以防殖 分裂成几十株 它叶子成羽状分裂状 叶子正面是绿色的 叶子背面 灰白色有短绒毛 艾在野外有很多同俗的植物 并且长得极为相似 人们常常会弄混淆 南艾草 野艾草 中药苦草 它们统称为艾草 艾在自然界 分布资源比较广泛 南北各地均有分布 一般生于荒地 路旁 山坡 森林草若 或是田间路边 我们都能够发现 成大片的生长 对土质要求不严 既耐寒又耐汗 洗温暖湿润的气候 肥沃 土质 土兰 生长最好 艾草 它全生是宝 有着很不错的经济价值 有些地方通过人工大面积种植 能够得到很不错的经济回报 艾草的价值 在神龙本草经 本草干部都有记载 作为常见的中草药 它可用来煮水 或制作成枕头 或是洗澡等等 平常购买的艾条 就是来自于艾叶捣碎得到的艾荣 可制作成沙虫的农药 或做房间消毒沙虫药 艾草晒干粉碎 是禽醋优质饲料添加剂 还可以做天然植物染料使用 艾草在我们当地 它具有独特的味道 被加入传统的糕点当中 制作成艾团或是青团 使用价值很不错 任意经验幼苗 常有人把它当做菜酥 艾草别看这么普通 却全生是宝 大家是否知道它的用途 评论区口互相交流 可在专业课方面了解更多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